第37届维方国际风筝会 9月26日在渊渡山东维方启幕 来自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 700余名风筝爱好者 齐聚现场展示风筝花样和放飞技巧 记者在当天的放飞现场看到 来自中国各地的风筝爱好者 陆续将各式造型奇特的风筝升上天空 风筝类型涉及卡通人物 动物 中国历史人物等 其中 致近抗疫线医护人员系列的风筝 格外引人关注 我从是12年开始就制作风筝 今年制作白衣天使的风筝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向医护人员致敬的表达一个心意 白衣天使的风筝 当时我们是做了25天 施展是12米 高度是9米的一个风筝 据了解 此次风筝节采取分类放飞表演 丑委会特别组织制作了白衣天使风筝 向医护工作者致敬 制作了诺亚方舟风筝 向抗洪勇士致敬 制作了和平歌风筝 祈愿和平 而这些巨型风筝的制作 与普通风筝相比 难度都提高了很多 古典的人物风筝都做过 但是那些它没有现代人物的感觉 也就是说今年做白衣天使 我们面料又换了 因为它以前做风筝 是透光性比较差 今年我们选用这个材料 就是比较模糊的一个 整体上去以后 大致是一个画面感 还有当时股价也是用了好几种方案 因为撑起来以后 脸部的褶皱会好多 后来又改了好几个方案 最终确定了一个 现在的脸面 看得比较整体一些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印象 维方国际方针会是历史上 首次在秋季举办 本届维方国际方针会 以面向未来 拥抱世界 绽放美好为主题 从9月26日开始 连续到10月8日结束